那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我有一个神圣乳香 整株软啪啪 能救吗 有点缺肥啊臭宝 有点缺水和缺肥 你像养花 我一直跟花儿们说 你像杀菌药最好是备一份 你像我们大棚里边 不论是牵插也好 还是有新苗子进来也好 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大年级的消杀 为啥呢 就是消毒嘛 你要去医院你就特别明白了 你看医院每天至少要消一到两次的毒 它能防患于未然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然后呢就是营养 很多话对施肥老是搞不明白 你一定要明白 不论是啥植物 它的施肥跟咱们人吃饭是一个道理 人一天吃三顿饭 对吧 植物是一个月吃三顿饭 明白了吗 有点话说 我看这植物半年了没施肥 长还挺好的 是啊 我大就人半年不吃饭 六天不吃饭 饿不吃吧 还有一个 给它花生瓜子 矿泉水 盆土里面多少有营养 所以说植物该给谁的给谁 该做杀菌的做杀菌 因为植物不像人一样能锻炼身体 有的话说老花姨植物有什么锻炼身体的方法吗 有就是干湿循环 就略干一点 它会刺激它 让它去长 就是给它稍微给一点点逆境 明白了吗 植物的一个抗逆性都是有的 它天生就具备 你稍微锻炼的话 它抗逆性会更好 明白了吗 下个丑宝我换盆剪成这样了 比较茉莉 给足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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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下个丑宝说 我这个柠檬白天大了 晚上好了 可以换一个烧大一号的花盆的这位丑宝 它就是缺水 水流点供不上 换一个大号的花盆 就会解决这些问题了 然后该给肥的给肥料 下个丑宝说 这咋的了 养鲨鱼 也不新鲜 长了新叶了 我把下面整个进盆了 这不很正常吗 你的幸福就养成这样 已经很好了呀 臭宝 已经很哇塞了呀 它整体很好啊 因为我大宿子 还一表人才长可帅了 它有个缺点 就是腿毛不旺盛 这是毛病吗 好的花肉 你找重点 看整体 谁还没点小病小灾小 完美主义 不要养花了 真的你没办法把一颗花养得很完美 你让我挑毛病 没有一颗花挑不出来毛病的 没有挑不出来毛病的花 我随便给你拿一个吧 老刘 你觉得这个花好吗 啊 好是吧 来你把镜头拉近了 看来拿过来 你看是不是有斑点 有没有 有 有吗 是不是病 也不能算病 那你考虑来说 咱们综合来说 是不是你要挑毛病 咋都能挑出来 你看整体好就OK了 所以说养花呢 要心大一点 下个臭宝说 咨询一个问题 百合开始出了花孤独了 出现了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一般就水大 秋光通风炸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往心里边是不是喷水或者浇水了 导致了这种烂心啊 就是你一直跟华尔兵说 你种花的时候用点杀菌药 说了一万遍 小黄二号又不贵 就跟老华尔兵挣你多少钱一样 臭宝真的是 哎 那个华尔兵说 我这个情况怎么办 这个情况给足光照 上面那个芯已经烂了 那个百合你不可能复原了 它不可能再开出来花了 但是呢 你着重的是把叶子养好 让它去长球 明白了吗 它叶子可以光合作用 给球供营养 它等到一个冬天 上面冻死了以后呢 它这个球只要不嗝屁 明年还能再开出来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这就是百合的魅力了 觉得不错 就点赞关注吧 每天给大家分享 更多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华尔 养花最热一 来着吃吧 嗨 嘿嘿 嘿嘿 呃